我们在这个世界 这1700年的金宗在中国盛行 所依靠的经典 在历史上记载着 云宫大司那个时代 所依的就是无量出现 无量寿金在中国最早翻译的 非常可能是安时高的本子 可惜这个本子失传了 藏经目录上有 这书没有 从 这个东汉 这翻经的时候从东汉 一直到宋朝 八百年 无量寿金有十二次的翻译 在一切经里面翻译最多 后人 证实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是多次宣讲 这个是很特殊的 世尊在世 讲经总是就是一遍 没有重复讲第二遍 但是无量寿金特别 多次宣讲 到底讲多少次 我们不能确定 从现在 大藏经里面保存的五种一本 至少是三次 三次宣讲 那还有七种是传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是肯定世尊多次宣讲 那这个方法就太重要了 而这世尊讲这个 就是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次宣讲 情深广略 并不完全相同 可以说大同小异 往往这小异的地方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古时候 经书流通量很少 不容易得到 所有的遗本 你要统统都看到了 那你算是看到极乐世界 圆满的相貌 那这么多的遗本 你都能够找到 展现在那面前 这种缘分 太不容易了 宋朝 宋朝王龙书居士 汇集 无量寿界 龙藏里头有寿之友 他只看到四种本子 唐朝的 大宝寄经 无量寿之友会 他没有看到 从这个地方 你就想 古时候 得到这个金本 多么困难 王龙书是一个 有身份 有地位的 长者 巨师 五种本子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四种 所以他的汇集本 是根据四种 来汇集的 那么大宝寄经 黎明的经本 确实有很多 很重要的 开始其他四种本子里 都没有的 所以汇集就非常重要 第一次汇集 是王龙书 第二次汇集 魏牧神 夏连居居士 是第三次汇集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三次汇集 汇集本子里的 有瑕疵 不圆满 第三次这个本子 才算是 真正一个圆满的本子 字字句句 都是五种 语音一本的经文 没有改动 就是重新编辑 一定是用原文 改动就是小词 因为你不是翻译 翻译可以用自己意思 汇集不可以 汇集一定要人家 原来的文字 所以自古以来 修学进土法门 以无量寿金的人不读 不如日本人 日本人以无量寿金土 中国人以小本 弥陀金的土 弥陀金三种柱子 林池大师的素潮 偶叶大师的药集 游戏大师的云中潮 自古至今 学进宗的 这三部诸集 非常尊重 认真学习 这个原因 就是无量寿金 没有一个圆满的本色 为陌生的本色 应光大师对他就有批评 不能算为善本 因为他更动了文字 当然改得不错 但是这不如法 还有取学 不是不太妥当 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 依照这个本子 修行的人不读 这才有夏连老第三次会计 第三次会计 用了十年的时间 三年完成了会计本 七年年年修订 十年这本子在订下来 在订本 这个本子出来之后 梅光戏居士 给他写了一篇长序 给大家介绍 梅老居士跟夏老 在当时中国佛教里面 是很有身份 地位的 佛门里面称 南美白下 那这多尊重啊 南方没关系 没关系是江西人 夏连就是山东人 北方 南方没大事 北方下楼 南美北下楼 我的老师 李炳南老居士 他的经教 是跟梅光戏学的 所以我们跟梅老的关系 就很深了 这祖师吗 老师的老师吗 黄念祖 是梅光戏的外甥 梅光戏是他的舅舅 梅老跟夏老 又是非常好的 同参导友 所以梅老的外甥呢 就拜夏老为老师 得夏老师的真传啊 夏老经会计完成之后 讲了几遍 黄老都是一堂苦不缺的 告诉我 他还写了不少笔记 但是这些笔记 在文化大革命 全都毁掉了 所以写这部诸节 是很辛苦 全凭过去听见记忆的所写 写这部诸节 也是老师的命令 交代他 为这个汇集本 写一部诸节 他当年 这个诸节写成之后 是用油印的本子 用蜡纸 油印 这种工作 我们年轻的时候做过 这一张蜡纸 能印多少张呢 大概一百张左右 一百三十张之后 就模糊了 就不清楚了 这就是说明 他的大经纪 最初出来 分量不多 我估计点多 一百三十倍 他到美国去 就带了一套 我想一定是金条细学 学的字比较清楚一点 带到美国 我们在美国认识 他就把这一部诸节送给我 我也来不及看 当时就离开美国回台湾 回到台湾 我细细看一遍 写得好 所以我就给他老人家联系 他有没有版权 如果有版权 那就算了 就不必谈了 如果没有版权 我就准备在台湾翻印 他知道了 非常欢喜 没有版权 欢迎翻印 还要我给他显现虚伪 要我给他提封面 我都追命找版了 这第一版就印了一万次 金装一册一万次 以后年一年 很多人都在印他 我相信现在 在全世界流通的 最保守的估计 已经超过一百万次了 这个钱 要多印 功德无量 末发时期 真正度众生成佛道 只有这一步进了 只有这一个主节 我为了宣传这个主节 所以我这次发行 把这个主节讲一遍 算是我学习的心得 跟大家在一起分享 增加大家的信心 增加大家的信心 在我这一生讲经 今年53年了 大概讲经53年的人不多 我讲过许多大经 来介绍这一步 大家最有信心 我肯定 这一步进 是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世 所说一切经里面的第一节 杜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 我这个意思 我写在虚文里 念老看了我这个虚文的时候 对于这一句 他也特别欣赏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学习要有知智慧 要有清净心 不可以感情用私 我们怕一些人 对我们信心不足 还有批评 所以我特别讲 九种不同的本子 印在一册上 好看 五种原意本 三种汇集本 王龙叔的汇集本 魏莫生的汇集本 夏朗这个汇集本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借教本 彭基清就是做的 无量寿经 借教本 他这个本子是用一种本 康生凯的本 将康生凯的本子 做成一个解药 读起来更顺畅 所以 无量寿经 一共有九种不同的本子 我把它印在一起 精装一册 提供给 对这部经 有疑问的人 做参考 你去看 无量寿经 原意 跟汇集 通通在此 你自己去看 无非是 帮助大家 断一身心 真正能相信 一教奉献 你有福了 你这一生成佛了 这还得了吗 如果有怀疑不相信 你的福的因缘不够 我中国这种种措施 想出这个方法 是弥补 你 福报 不处的地方 让你从这个地方 生起真正的信心 你这一生 也要到极乐世界 做福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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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